杨明、喜临门再获史世纪签约,冲击冠军指日可待 大家好,欢迎来到蓝坛哭砍,砍球要酷一点 在视频的开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关注按钮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辽宁南岚这个休赛期,消息非常多 李洪庆和蒋兄权老爷子功成身退 高时延转会到了山东 刘志轩加盟江苏 球队兼约了新的外籍训练师 引入了潜力内线张晨之锋 并将他送往美国特训 郭爱伦成功续约张晨林美国特训归来 整体来看,辽宁南岚今年夏天的操作还是非常不错 各项工作基本非常到位 在外援方面,辽宁南岚和福格·莫兰德完成续约 从辽宁南岚官方透露的消息来看 目前福格已经回到了国内 很快就会和球队会合 不过呢,莫兰德因为个人原因 基本上会缺席新赛季的第一阶段 在最近,辽宁队官宣他们两大外援的情况 首先,后卫福格已经匪复中国 在完成隔离后就会和球队进行会合 但是内线球员莫兰德因为个人家庭的原因 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可能要暂时缺席 后续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尽量赶上 接下来对于辽宁队来说 5号位内线方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可以发现,在上个赛季恰恰就是 莫兰德在季后赛中发力 才能够帮助辽宁南岚夺冠 大汗虽然曾经非常勇猛 但是现在毕竟个人状态有所下滑 很难支撑起这么高强度的比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辽宁队不野入第三万元 接下来将寸步难行 或者在第一阶段面对其他的劲敌 就会显得非常吃亏 莫兰德将会缺席第一阶段的消息 引起了不少辽宁南岚的球迷关注和议论 他的缺席将会给辽宁南岚内线 带来不小隐患 至于莫兰德无法及时归队的原因 也被球迷透露了出来 基本上就是在上个赛季独冠后 莫兰德在这个休赛期里玩的比较开 根本没有进行特训 更别说保持状态 根据篮球记者宋祥报道 辽宁队已经于此前短暂效力过CBA的 贾卡尔·桑普森达成了签约协议 正在为他办理相关手续 桑普森何时才能启程来华目的尚未明确 辽兰大外援莫兰德 由于个人原因将缺席常规赛第一阶段 因此队中目前只有福格一名外援 贾卡尔·桑普森1993年出生 身高2米01 作为NBA路选秀 桑普森在发展联盟打拼道后 得到NBA球队等青睐 曾效率过76人 绝尽公由国王步行者的多支球队 2018-2014赛季 因山东大外援莫泰·尤纳斯商庭 贾卡尔·桑普森曾短暂效力过山东 并共计出战6场比赛 长均得到23分11.7个篮板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关注按钮 并在评论下方留言 Praise God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